抽烟 乔乔姐 你们来了 小姐正在等你呢 我帮你们拿钱 不 我们必须要拯救她 拿什么去救 停在新港的那些破烂兴趣吗 放心吧 我们一定表现得非常专严 非常有学术氛围 就是这种学术氛围吗 我可不可以不要啊 你可算来了 金金 邱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我带我男朋友过来蹭个饭 知道你来蹭饭的 赶紧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于途 这是周颖帝周老师 你好 你好 这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段吴 幸贵 幸贵 这是我的好闺蜜 陈雪 修阳 你们在干吗呀 下个月我们一起拍个电影啊 趁大家都在 对对词找找感觉 这场是个群衣戏 刚好我们缺了一个搭戏的 要不 乔老师帮我们搭一下 搭戏 你建议 我们建议用乔老师一点时间吗 当然不会 乔老师 快 你建议这个 啊 你们的电影关我什么事啊 不是说吃饭吗 你骗我来加班啊 快点 别人磨蹭 你男朋友看着呢 血树氛围 那好吧 来吧 我们这个是 星际战争题材的电影 这场主要讲的是 主战派和主合派的争论 小老师你演的是 主合派的首领 首领 是个老头啊 你可以的呀 对 我可以的 专业老头鹰 给我五分钟 我背个台词 起喝水 哦 谢谢 好了 开始吧 好了 开始吧 背这么快 来吧 不 我们必须要拯救它 拿什么去拯救 停在新港的那些破烂星剑吗 少将你忘记了吧 联邦所有的精英 都被你口中的英雄给带走了 难道 我们就这样任人宰割 一点点被蚕食吗 好了 少将 你冷静一点吧 国家已经不能再经历一场战争了 更何况还是个必败的战争 我明白一个战士对战场的渴望 但是也请你想想那些普通的黎民 国家 我们并不是毫无胜算 可学院你的最新武器 完全可以装备在新界上 我们这个地方的表演方式 需要再讨论一下 就比如说这棋场 怎么样 你专不专业 文不文艳 刚才我们还在斗地中啊 看到你们一来 马上被我把牌收了 就开始兑形了 那是 专业起的入戏速度啊 我请问你有没有一种 学术的氛围 有没有一种艺术的气氛 跟他们科学家比起来 完全不输吧 拜托 各位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受罪你们现在的样子 把刚才学术的那种气氛 继续演下去 拜托了 谢谢 那必须啊 这个人设 吃着饭的时间 还是撑得住啊 那再来一场啊 不用了 再演下去 这个学术的气氛 可就太可业了 强烂好处 强烂好处 怎么样 我演的老头像不像 像 不过呢 刚刚你们的台词 涉及到了新武器的 型当参数 如果是在星际时代的 背景下 有点过于保守了 谢谢 谢谢 这样我就有把握了 我立刻改一改 改完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没问题 那我们交换个微信 可以 我问津津推送一下 好好好 还有个问题 当时我写的时候就存疑 我们还有个情节 是关于虫洞的 也想跟您探讨一下 这可是个大编剧 你什么时候看他 这么谦虚了 你男朋友真行 还长得这么帅 果然这么帅 那是真的帅 还有学问 怪不得能碾压周小琪 那个富二代男朋友 我算是知道 你为什么选他了 怪我也要啊 丑叔 就是 表达一下心事 对你的男朋友嘛 怎么可能要的 周琪也知道 小琪 好 好 其实你这次恋爱 圈里也是有人酸的 说你千跳万选 就找了我工薪 我之前也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你就是不选苏老板 其实苏也这人吧 很拿得出手 就是有点小毛病 但你说长得又有帅又有钱的男人 哪个不是尾巴翘上天 不过现在想想 他除了满足虚心 也没什么好处 钱咱们自己有 就选个自己喜欢的吧 对方正多正少 也没关系 我压根就没选 吃倒了 不过静静啊 假设 你不是女演员 挣不到这么多钱 你还会找现在的男朋友吗 我这么好看又这么勤奋 怎么会挣不到钱呀 我就算当个主播 我也会裁员滚滚的好吗 那你要就是运气不好 就是挣不到呢 你是不是傻 那要是真的话 我不得更加紧紧地抓住他 我还要苦 我还要苦 你高兴什么 因为被大便剧给请教了 不是 我高兴我女朋友特别聪明 逻辑满分 嗯 才知道 你从哪个具体视力里知道的 比如说 你把人家剩下没煮的螃蟹 全都带回家了 喜好 喝 芸突 今天晚上 有院里篮球赛半决赛 有个队员腿伤了 上不了场 可以 要不你去呗 我跟佳林说好了 要回去吃晚饭的 座里不是来了好几个 刚毕业的年轻人嘛 个子也挺高的 个子高不代表会打篮球啊 小胡就是个例子吧 再说了 他们刚来 跟我们也没有配合 还是你去吧 行 那我跟家里人说一声 你的家里人 我好奇地问问啊 大孟前阵子神神秘密地说 你交了个女朋友 还是特别漂亮的大美女 你这家里人 不会就是女朋友吧 他这么说的 对呀 那表情特欠揍 不知道买什么罐子 是我女朋友 当孟这么说也没错 的确非常漂亮 我受不了了 我这心脏 恋爱中的酸臭味 行了 我先走了啊 晚上球场见 玉途 你跑哪儿去了 这比赛马上开始了 马上到 在门口借金金呢 借谁 金金 好 好 好 妈呀 被要刺激了 小姐 小姐 我刚给于途打电话 结果他说要去门口接 那谁来看比赛 那谁是谁啊 你说近点 是谁啊 朋友 真的 不会吧 不会就是 大梦之前一直说的那个 大美女女朋友 太好了 这大梦之前说得我好奇死了 只想看这女朋友 到底有多美 不过来 来 玉途 来了 来了 玉途 这儿 玉途这女朋友 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 乔晶晶 是乔晶晶吧 什么情况 我们打夜联球比赛 还得请你明星大网大队 我去去去去 不是 玉途牵着她的手呢 小姐 她不容易就要是乔晶晶啊 天哪啊 你是不是要知道吗 这人都太熟了 晶晶 你在 于公有何吩咐啊 晶晶交给你了 我正帮你保管得妥妥的 大家好 我来看玉途的篮球赛 随便看 你赶紧换衣服 走吧 我换衣服 大家往那边 我给你一下 晶晶坐这 好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晶晶这些呢 都是我们所的同事 然后这位就是 于途的女朋友 名字不用我都说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谁也不知道 就是 这也太神奇了吧 对啊 这谁能想到 乔晶晶是我们所同事的 女朋友呢 其实没有那么神奇 我和于途是高中同学 那你们高中情侣到现在 抱歉 我们不是八卦 可以 没有没有 我们高中的时候 都有在好好学习 但是没有太恋爱 就是多年以后 发现对方都没对象 所以凑一凑就在一起了 对 对 你站起来 我可不信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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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马上开始了 你过来干嘛 你过来干嘛 压力有点大 感觉今天 不赢很难收场 我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相信自己老当义状 好 好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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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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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帅啊 我好喜欢 赶紧回家 怎么样 我的真真叫有没有美乐天仙 你看我看一下你的 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弄帅 我来比一下啊 谁最好看 这怎么比得出来 做对比 难道不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相同的灯光 同一个摄影师 同一个地点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这么严谨吗 要的 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 一起去拍这件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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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